消费 消费起了这个标记名字就叫消费 消费其实应该叫消费类别合适一点 这个无所谓 只是一个标记 只要它在这里边是唯一的就可以 这样的话这个词典那有了 应该不报错了吧 这里边怎么保存一下 要不然还要保存 然后把二给引用过来 默认值的话这个路径是空的 默认的话插入了一个 默认值插入了一个叫消费的这么一个负类吧 应该在这里边 插入了一个默认值 然后字符默认类别 默认类别的字符 因为我维护了 我初始化的时候就把一些类别给维护进去吧 对不对 我来看看这个 我维护的应该是这个吧 默认的话插的是他吧 对不对 把它给插进去吧 他们同时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负 是他 这样的话 你因为这个字符默 现在按照我这里边设计 是要保持一个唯一的根节点的 那就要有一个root节点 然后后边就才好办 呃 再往后呢 这个基本上都没什么了 我们把这个 这次改进去 对吧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刚才注意事项就那么多 然后我们的secure这块也好了 然后就是咱们的这个business这一块 这个business这个科务 我们先把引用去掉 主要就是引用不通常 就是这个 这是我们 我们有一个静态变量 我默认取字典类的 它这个类别 啊 类别标记 然后实体类 我们给弄起来 这几个方法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接着又用了 还是用了一个失误 在插入的时候 做了什么呢 你那个路径 咱们刚才不是说了 有路径吗 对不对 咱们它路径是怎么维护的 插入之前 插入之前 你肯定维护不了 这个路径 插入之前 你还不知道 你插入了这个ID是多少 对不对 肯定是插入之后 才能维护路径 对吧 所以说 你插入之后 你现在这个ID 是不是就有了 新插入 新插入这个信息 对吧 新插入这个信息的这个ID ID有了 然后有这个路径 在这个里 是这个 新插入的ID 对吧 有了 然后同时在这里边 要获取你新插入的这个类别 它的负是谁 是吧 这个方法是查 根据 根据类别ID 查一个 查一个 类别 然后传的是这个负ID 查进去的 就是这个插入类的负ID 负类别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去更新路径就可以了 这个路径是怎么更新的 把这个负的这个路径 加上它当前的这个 新的新生成的ID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负的这个pass 以前是1.2 2点 对不对 你新插入了之后是3是吧 就是1.2.3吧 对吧 就这么一个 这时候你在3下面 又插了一个子类 是不是就是 一维护 是不是就是1.2.3.4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扩展的 也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树状的结构 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我们 这个又有一个错误 这个我们要暂时先屏蔽掉了 因为我们 这个到时候又要用到视图了 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暂时还不能删除 这个类别是要用到视图了 我们只能先暂时屏蔽掉 这个到用到那块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 他们还是关联的比较紧密 必须要把那个添加消费讲解完了 这块才能继续 这些呢 基本上 这些是常用的那些方法 后边这些呢 通过名字 我们很容易能看出来的吧 获取一个没有被隐藏的或者是没有被删除的 这个数量的一个统计 是不是 根据户外地 因为咱们可以看到 咱们这上面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数字统计啊 它的这个类别 对吧 你统计数字肯定是 删除了你不能统计吧 对不对 虽然说我在这里边就扩展了一些方法 被统计 根据传进来的这个负外地统计它没有被删除的数量 什么统计这个root就是根结点吧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得到这个所有的大类吧 是不是这上面的这个所有的大类 对吧 所有大类的这个列表 包括这个根据负外地 获取没有被删除的大类列表 这是又根据负外地了 这是得到的是根据负外地 它添了一个条件 对吧 只能得一个 然后呢 这些 这些我就不一个一个详细解释了 都是封光好的这个sircle语句 我们在用的时候直接进去看一下就知道 对吧 在这个里边呢 又多了一个这个getCountry 这个没有这个方法吗 我们这里边应该封了有吧 哦 还真没有 你看 这时候我们这个base就要做扩展了吧 我们要获取那个continent 还是这个标准 是不是要把它返回回去 你看这时候你把这个东西 东西封装到这里边 直接 此类里边直接用就完事了 这应该就不报错了 不报错了 这个呢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是要自动完成的这么一个 我们这个暂时用不着 我们先给它平地掉吧 还是 这个是在哪儿用的呢 这个是到时候是要再添加消费里边用的 然后这里边这个实体内 这些就是一些统计时候要用的东西了 这样 我直接先把它挪过来吧 这个到时候挪过来之后 用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讲 因为回头咱们还要统计对不对 统计也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 所以说专门封装一个实体类 因为取出来的原生数据 你是不可能直接用的 专门弄一个统计类 这样的话你才能好做二次的这个数字 数据的组织啊 这些工作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business先封装成这样 对吧 主要就是我们要知道那个 这个类别里边设置的一些技巧 就是它这个字典类 比如它这个part字段 包括最重要的就是说 在插入的时候 如何做这个几连的更新 在这里边呢 你一些不了解地方 你可以怎么办呢 你回头数据插入了之后 你知道吧 你多插几条数据 你去把那个 Circulate这个表 你从知道那个位置吧 对吧 就在那个database下面 你把表直接取出来 取出来用 用那个 Circulate这个数据库查看工具 你把它打开 你去观察一下 它那个表 数值到底在里边 是如何生成的 你很 你马上就了解这个 数据字眼类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吧 好 这时候这个业务层也完了 对不对 就是该我们的这个adapter吧 对吧 这个我们把business引用进来 还是这样 这个就是 在这个里边就是 我们进来 首先获取是全部的 没有被删除的这个真结点 对吧 就是这个吧 很明显 对不对 获取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下边 他这里边实现了这个 要实现这个adapter 对不对 实现之后 有几个重要的方法 我们要注意一下 在这里边 我给大家直接看一下 这几个方法 我们通过名字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了 这个是获取子的这个itom了 咱们先前直接就是获取itom 在这里边肯定不一样了 组是一个itom 子是一个itom 对不对 所以说你这里边 他就给拆分开了 如何获取子的itom呢 他这里边说法 就是两个参数 到底是哪一个组的 对不对 然后子的这个位置是哪个 对吧 咱们先看这个方法 先不看里边具体的代码 一会再解释 这就是获取子的id 咱们以前就是获取id 对吧 什么itom id之类的 这样我开一个这个 咱们稍微还能对比一下 这样的话 更容易理解一些 我们封装在这个里边了 对吧 获取itom 获取itom id 这里边拆分开了 子 子id 对不对 说白就把他这个子的这个返回回去 这里边又 又 有注意了 是不是获取子的这个view 两个吧 对吧 咱们先前是只有一个时候 就直接就 getview就完事了 对吧 然后 获取子的数量 咱们再来对一下 是不是就 他这里边是获取数量 对吧 获取组 组itom 对不对 组了这个数量 组id 对吧 获取组的这个view 这个布局 对不对 就是组的这个 相互分开了 这个应该容易理解吧 然后 这后边这两个呢 是他自动生成的 我们这个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设 呃 我在这里面直接返回 force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用这个 这个值应该是暂时是用不着的 但是这个我们要设一下 这个行是否可选 你不设的话 可能这里边的你这个点击是不起作用的 知道啊 这行可选 我们要返回一个处 另外这个呢 它是返回 它的意思是 就是说在他这个视图及子视图 他后边的这个数据发生改变之后啊 他们的这个对应的这个itom 什么id这些是否也保持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在这里边 咱们现在应该是用不着 没用这个值 我们能给他保持 他这个force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然后咱们再看里边 具体的这个代码 这个方法呢 是我自己封装的方法 回头用到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来解释一下 是吧 这个是获取 获取某个 其实也 现在你通过名字 也能看起来 就是获取某个组下面的 这个子的数量 对不对 获取子的数量之后 是不是这样 在这显示出来了吧 就这么一个意思 做了一个封装 在这个deftor里边 封装了一个方法 它能够随时获取子的数量 对吧 它这里边应该是没提供 我封装一下 这个子是怎么做的呢 咱们可以看 先看组吧 如果理解组 你才好 看子 组跟咱们平常的那个itom 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组了装载 也是这样 咱们组有name 有count 是不是 这两个组件 对吧 也是判断是否为空 设置tag 什么 对不对 包括它的这个数量 是怎么弄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根据某一类的 这个FuID 获取它的这个数量 这个应该是 对 根据某一个类的这个FuID 类别ID 不是FuID 因为我们这里边获取这个数量嘛 这个子类数量 这个东西 我们是怎么做的 把当前这个大类别的这个类别ID传进去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看一下具体的Circle语句 是不是谁的FuID是当前传进来这个类别ID 它就是它的子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直接就显示 就取出来它的这个数量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 数量设置之后就把它添加到咱们的这个 Adapter里边 不是添加到咱们的这个布局里边 就是这个是 我看一下 这个是我专门 弄了一个lease 放开了这个 这个是我专门 列了一个数读 把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 类别里边的数量都给放进去了 这个方法应该是在后边的调用是用得着的 我们 我们等到 做到那一块的时候 我们详细再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把布局返回去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子这一块是怎么写的 子的话就是两个参数 对不对 我们首先得到了这个组的位置 根据组的这个位置 得到他的一个组这个大类的这个实体类 对不对 根据大类的这个实体类的这个类别 又获取他的这个子类的列表 是吧 把子类的列表根据传进来子类的位置 返回位置就是他这个子类的实体类 对吧 然后这就是直接返回子的位置 这个还是一样 只不过他多了一个够 这个大类别的这么一个位置 你取的取子就是你先前调用这个方法 子的实体类获取出来了 直接把他的这个内部一设置 对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这应该没错了吧 我们保存一下 这边是还有一个错 类我们这个引用要放进来 这个已经 这个应该是TV了吧 然后下面这个组这边我们也得 规范一下 这个又过去了一个 这个尺寸应该是我先前弄的一个字符 还是替换吧 把前面这半部分换成什么什么什么 类对不对 我们这个字符要给 要给找过来吧 直接没有 还是没有硬写到里边 直接用了一个字符文件 好 好 我打开了 下面 那就是这 什么什么 然后在这里边 直接就会粘贴进来 这时候这个adapter 这个应该已经完了吧 对吧 然后下一步该做什么 adapter也有了 business也有了 就差最后一个activity了吧 对吧 这样 要不咱们先休息 activity 一会儿回来接着把它做完 好 我们来继续 把我们的那个 这个类别管理 我们继续给它弄完 这个类别管理呢 我这边 我看一下 我这个类别管理 先看来个地图里边 我直接给它抄过来 直接 还是直接在这个技术上 因为可能 我先看一下 不知道架构 架构基本上是一样 对吧 算了 那就直接 缰过来用了 缰过来用 我们来 还是用 看代码的方式 嗯 这个呢 我就直接拿过来 继续用了 然后 把它这里边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还是这个 清除干净 嗯 这几个引用的还是这样 接口接口的实现 实体类我们有了 实体类我们有了 业务类我们有了 那 debuter也有了 layout我们刚才已经弄进去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